之间代名,能指消渴,这儿说的消渴,就是现代医学的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症状古代已有,而桑叶对糖尿病有益处,也被记录在古籍上,现代医学的各国研究人员又对桑叶的组成功能和作用激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桑叶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种生理活性物质。 确实有些许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延缓衰老的功效,桑叶对血糖有益处,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是因为桑叶中丰富的糖甘霉抑制剂以突养野靠霉素、D-N和桑叶多糖。 桑叶D-N通过对糖类分解霉活性的抑制,从而抑制小肠对双糖的吸收,降低胺后血糖的高峰值。 其次是通过放液生物件Segamina及桑叶多糖促进Beta细胞分泌胰岛素,而胰岛素可以促进细胞对糖的利用,肝糖游合成,以及改善糖代谢,最终达到降血糖的效果。 很多朋友问,桑叶有盖桑叶,新鲜的桑叶,到底该怎么选择,那一种桑叶才有吻糖的效果。 这里吻糖APP统一做个解答,要理效果排名。 双打后的桑叶盖桑叶新鲜的桑叶,出刷后采收,除去杂质,晒干,就叫双桑叶。 而桑叶经过了发酵,要离作用是最好的,因为发酵后的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比发酵前多出好几倍。 通过微生物转化,光黄酮化合物的成分,就会比发酵前多出三倍。 介绍两种食用方法,糖有可自由选择。 一,取五张先放叶洗净,放入沸水中煎十分钟,去加取剂应用,有解渴,酱血糖和酱血脂的功效。 按每天二十颗左右,盖桑叶双桑叶一颗,煮水,喝三到五汤,能辅助控制餐后血糖。 我唐APP提醒糖有记住,任何食物或是保健品的效果,都不能代替胰岛素或是酱糖药。 比如方液糖有只能作为差异辅助管理血糖,中医博大精深,但是要全面看待,按食用了解饮食条理,更好控制糖尿病。 关于糖尿病的饮食控堂经验和用风知识,可下载网堂APP详询,免责,以上部分文字和图片原字网络,写数期刊写不限于上述媒体。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